NOT SOMNH 用多兰特单换哈登能不能拯救太阳 哈登加布克的双强组合能达到什么历史级别 多兰特单换哈登啊 拯救太阳啊 拯救太阳现在已经完了 因为一支球队如果你想拯救的话 得趁他上没有千窗百孔 就是说你这个随秘场起码呢 你也就刚刚漏了这么十分之二以内 你还能拯救 你都已经漏一多半 这会儿你再怎么悄悄步步已经无济世了 就这支船下沉 目前看基本上已经救无可救了 所以太阳啊 新秀呢 对于那些基本上没培养 选秀权都送走了 引进了巴拉德雷比尔 头有交易否计权 没法送 就一个真正有交易价值的核心资产 登不克 你一旦交易的话 那不相当于摆烂吗 卡文杜兰特呢 年龄太大了 交易价值也下降了 球队现在已经是不行 机重难返 没法回头了 如彭一雪篮球是团队决胜的运动 而且上一联赛球员有自主选择和打建团队的机会 因此赢不到最后只能怪自己不行了 那不就怪自己不行 你什么叫打建团队的机会呢 打建团队的机会也不一定扔到你啊 因为每年的自由市场就那样 再给一点你 你又不是老板 你球队对老板说了算 你说交易贼老板不同意 齐霞与地塔兔队对残阵热火表现 斜赖反观东齐三分传球杀死比赛 二人谁软谁用一目了然呢 谁软 那第一场比赛呢 东齐不也输了吗 再者一点 那你常规赛期间你排到第五 你怪就是守着遇到快船嘛 那不还是拉你嘛 所以你说那个谁用谁软 塔洞长规赛期间出现了70多场 东齐呢 一共才出现了60多场 你说他人谁用谁软 而且人家塔洞武啊 拥有首轮面对这个热火的资格 这也是常规赛期间积累出来的 东齐没积累出来 而且东齐记忆那一场比赛 打那战是辣掉死的 但塔洞武呢 没有至今为止打任何一场比赛那么辣 这打的都还行 这两场 唐师三面说 宇哥能不能谈一谈 你第一次失业史是怎么调整 现在恢复正常生活节奏的 你讲这个那不都是青春时期啊 他是受荷尔蒙 吹动 你所有行为逻辑的 我很早就认识到这点了 那所谓的什么 痴情啊 执迷不悟啊 规根结底 你首先问一个本质问题 这就是啥呢 就像马斯克呀 你看马斯克怎么解决的 造火箭的问题 我就打破以往的 常规的所有那些 细致墨迹 要上天 火箭要上天 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需要做什么 就这么简单 就是 那叫什么思维方式了 反正从能到已嘛 很简单的思维方式 因此 你在谈 谈这类问题的时候 你首先告诉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归根结底 你说白了 你只要说 不装什么伪君子 文心资本要至少 年轻时期 不就是 这话不好说破啊 会言会道了 不就是 那么点事 不就是男女之间 那点事吗 你只要看破这点了 那无所谓 那你外户追求 也就这样 那你那 那这个 没出城 出下一个呗 那你这不一样吗 归根结底啊 最年轻时期啊 看问题 看透点 当时我就看透了 外户就这点而已 后来啊 就是很快 第一性原理 对第一性原理 我脚踝打球 遭受了 失脱性骨折 现在还在回复 担心未来 打不了高水平比赛 该如何面对啊 如何面对啊 清楚面对呗 那不打球 不打高水平比赛了 对你有任何坏处吗 没有任何坏处 都有更多时间 专业自己的学习 专业自己的工作 不打高水平比赛 你打高水平比赛 你能打上直接球员吗 打不了的话 那你为啥老打高水平比赛呢 那玩意又浪费时间 你平时那会儿 还得老得练 篮球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 一旦大学毕业了 他无外乎 就生活当中一种消遣 消磨世界 同时加强身体锻炼 同时还有一定的乐趣 跟队友之间 跟其他同事之间 还能够以此争取 尽有意义 就这样 所以你打什么高水平比赛呀 不打就不打了呗 这你没事就 跟周园瞎玩呗 这样一来呢 这你要是能力 变得没有那么突出了 跟你能玩一块的 也是变多了 就你随便跟谁主角局 人都带你玩 你要能力特别强 那你能力特别强 已经失去平衡性了 那一般的队友 跟你根本没法接招了 那普通的野生上 你都上不去了 因为你只要一上 其他没法玩了 所以你现在挺好 慢慢恢复就行 F-E-S-I-A-J-Y 老徐五老星和五黄 如果打一场篮球赛 谁赢 这十个人分别 是个到什么位置 谁是3D 谁黑洞 五老星和五黄 五黄是谁啊 不就四个 四个黄吗 还有第五个 第五个是哪个人 现在不就四个人吗 所以说什么五老星 五老星 我也不知道他 目前都什么样实力 都差不多 比较雷同 这歌几个都是不识 没啥太大意思 五老星 没有想到写来写去 写到最后啊 这个能力 还是比较 比较雷同 比较相似 可能说北田呢 也琢磨不出太多的花样了 说什么 他们这个噩梦果实 怎么怎么 这个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懒得用心 所以大家基本上 都一个模特的各自来的 差不多 都是这风格 要是怎么 怎么回事 打篮球啊 打篮球 你这马上 打篮球都能打 这些人都能打 各有各的能力 这个五黄啊 这几个人五黄 但凡黄级别 哪也不会费啊 打篮球 在打啥篮球啊 打篮球 五黄更厉害点 因为看五老星 好像就是以多取胜 没那么厉害 只要是五个四黄 跟一起 那就已经毁天灭地了 五老星看 看那样 单独拿出来一个 干不过四黄 老鹏每天都要雨格 如果哈登真来西北打球 让你帮忙推荐球队 你会推荐他 加盟哪支球队 为什么呀 哈登哪呀 加盟广州呗 不是 加盟广东呗 去跟周期打当 因为广东队 它是一个财务方面 非常良性运转的 像这种球队呢 引进哈登 它有大笔的资源 能够付出 同时广东队啊 花完这笔钱之后 通过票价之类的 确实能够得以回收 再者结合呢 广东 当地身处 这个地利的有势 毕竟是一线城市 哈登如果来加盟 西北威的话 去什么麦迪 当年去的青岛啊 这就这儿 取财了 因为没办法 超级明星 往往在最大的平台 才能迸发出 这个超级明星 对西北威来讲 联赛 最广阔的价值 以及深远的影响 你比如说当年 马布里 如果不是为 北京队效力 在其他球队效力 比如说 在早那会儿 在山西 他哪怕连续都冠军 估计马布里 也很难形成 就西北威一个 实在的技艺 得亏是为北京队效力 那边这首都球队 他还是影响力 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哈登来呢 就得是在一线城市效力 上海 内线王哲林 他王哲林 防守这个漏潮的问题 至今为止 还是没法解决 北京呢 北京问题 现在这两支球队 都没有优秀的国内资源 等哈登来的话 北京队胜点 马布里带领之下那些老班底 我估计都是退的退 散的散了 能力已经衰退的 基本上不堪大用了 所以还得去广东队 跟那谁打当 跟周旗打当 老队友相聚嘛 挺好 去辽宁 因为辽宁队友核心 后卫赵纪伟了 辽宁队于 哈登的需求 不是特别大 因为哈登属于是 进攻和组织 两手抓 他更加适配于 但没有那么适配赵纪伟 30号难说不少 这赛季球人投票够的 詹姆斯43%比乔丹低 3% 詹姆斯总决赛对手强多了 总决赛对手啊 确实比麦克尔全强强 乔丹打的所有总决赛对手里 除了那个摩世元逊 而且摩世元逊当时 艾滋病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啊 但是据说好像是 他艾滋病爆发 就在总决赛结束之后 不长时间就爆发了 那说明啥呢 说明之前他可能已经染病了 他就自己身体已经不行 虚汗直躺 但他自己可能说那会儿 还没有去检查 后续发现的 但当时的体格已经不行 已经漏了 你必要把宇哥换队和爆团 有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之前老在离开热火的时候 称怪你自己老的伪德 现在怪比自己年轻人的浓美 换队和爆团有没有区别 换队爆团 换队啊 换队是一种客观事实 就是说这人他换了球队了 那就是换队了 你比如说 麦克尔全他当年是不是换队 换队了 詹姆斯是不是换队 换队了 爆团啊 爆团的话 那就是自己球队原本拥有的 就这些明星 那也属于这种爆团 你比如说啊 这个球队引进了一个强缘了 跟原有的明星搭档了 是不是爆团呢 也是这样 那就是确实两个明星加在一起了 你从客观形容来讲 这就是两个明星在一块爆团取暖了 或者说呢 这球队通过选秀 引进了一些挑中了一些未来之行 他们迅速成长崛起了 那么你俩是不是也是同理合作呢 你俩是不是也是共同应战的 这也是一种爆团啊 所以爆团呢 他其实 连赛当中基本没有几部爆团的 郑冠球队往往都得爆团 一根筷子容易被折 一把筷子 那就不容易被折折嘛 为什么之前老在离开热火的时候怪 你自己老的维德 怪什么你自己老的维德 他没怪维德呀 当时不是为了打家乡篮球吗 毕竟克里夫然如果不拿冠军 詹姆斯好像说 始终呢 都感觉外界的舆论对于自己有点不利 自己即便拿了冠军之后 无法收获其他人 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所以回了骑士队了 当然也是骑士队 当时环境好 有选用权 现在怪 比自己年轻的能美啊 现在没怪啊 哎呦 QBJ9吧 宇哥我和你理解一样 乔丹虽然是够的 但乐布朗肯定能够加入讨论 乔丹的荣誉很可能被超越 但是乐布朗不会啊 乔丹荣誉很可能被超越 但是乐布朗不会啊 他俩都有可能被超越 AO TOBJ9吧 排够他 不应该为冠军论 乐布朗频繁换队 也不算黑点 和他在一起的队友都拿了大合同啊 换队 这本身不算啥太大黑点 你不投敌就行 换队那很正常 你的体育领域哪有不换队的 你足球的话 那根本是换队特别频繁 看投不投敌吧 篮球告诉 大半有几个不换队的 包括威尔特张伯伦呢 那个天狗甲伴都换队 如同一曲 决赛后的颁奖里 才是万众总 才是中级的奖将 休赛期的常规赛颁奖 受贯注度不如总决赛啊 总决赛 那不主要是为了颁总冠军吗 那一年打到头 是为了颁FMP吗 为了颁总冠军 你这个是烧带手办的 烧带手的那还值得一提 你不是主菜 按郭德纲讲话 这属于是什么 萝卜皮 你不是水煮鱼 那水煮鱼是总冠军奖呗 MVP呢 是盛大的颁奖在里的水煮鱼 能一样吗 再见了各位观众 今天找这 明天再闹 明天是哪场比赛了 我看明天是 太阳绝锦 又打季赛了 季赛看能不能帮回一场吧 帮回一场 现在再选点节级 要再数 再数我感觉 季四啊 没啥可看的了 如果明天再数季四 必然是一场学习 因为明天只要数了 胡人队就不会再有 十足的动力和能量 包括农梅哥 他一场比赛 应该都不会打超过四十分钟了 因为复回王康也没有意义 我继续再比 万一拼上了 下车就还受影响 赶紧就别打了 所以届时胡人队轮换呢 有可能就会用人比较多点 他就不会那么使劲了 重点就看下一场 下一场要再数 今年南投被剃头的命运 在家了 各位观众